中文字幕——YK 歌声飘过四十年 一同聆听那些经典的旋律 歌声中记录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岁月变迁 音符里流淌着中华儿女一脉相承的家国旗 唱响时代最美的旋律 中国文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节目 歌声飘过四十年 邓丽君是中国流行歌坛上一个无法让人忘记的名字 四十多年前 他轻柔的歌声飘扬过海来到广东 通过一遍遍翻路的磁带 在大陆掀起了一场温柔却有无比震撼里的音乐飓风 时至今日 荣有无数歌手翻唱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向他致敬 他也被誉为华语流行乐坛永恒的文化符号 在哪里 在哪里 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啊 在梦里 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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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你 梦里 梦里 见过你 梦里 梦里 见过你 天蜜笑得多甜蜜 是你 是你 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伤心 我一时想不起 随着邓丽君歌曲的传播 听惯了雄壮激昂旋律的人们 猛然间发现 音乐还可以有另外的表达 于是众多歌手们和流行乐作者 从邓丽君和代的演唱和配器上 得到启发和示范 1980年 当时年仅13岁的成林 以一曲极具邓丽君风格的小罗号 迅速鸿遍北京城 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 也让他有了小的美军的正好 想我好滴滴滴吹 海鸥听了战士飞 想我好滴滴滴吹 老花听了笑微微 想我好滴滴滴吹 声声唤穿鬼咯 想我好滴滴滴吹 阿爸听了快快回咯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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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罗浩的火爆 让成林迅速成为中国歌坛 年龄最小的新星 受他的影响 当时涌现了许多少女歌星 他们特有的年龄优势 和纯美的歌声 给那个文化贫瘠的时代 吹来了和煦的春风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雅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一百发病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忘怀我脸上的泪花 温暖我那幽小的心 妈妈的温天一温 就我思念都如鸡 妈妈的温天一温 就我思念都如鸡 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马会上 东方歌舞团的演员朱明英 编舞编歌地带来一首回娘奖 一下子俘获了亿万观众的心 这首诙谐幽默的回娘奖 原是邓丽君的小媳妇回娘奖 为了能让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曲 朱明英报批节目的时候 将出生在台湾的邓丽君 改成祖籍河北邯郸 回娘奖最终以河北名歌 登上了春节晚会的舞台 原来她要为娘奖 风吹着洋流 说啦啦啦啦啦啦啦 小河的水流 这花啦啦啦啦啦啦 谁家的媳妇 她走呀走的芒芽 原来她要为娘家 身穿大红袄 头戴一枝花 眼睛和鲜粉她的脸上藏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一呀一嘴尾 一片乌云来 一阵风而挂 眼看着山中就要把雨下 多又没出多 藏又没出藏 斗大的雨点往我身上打呀 一呀一嘴尾 哎呀 我怎么去见花笔吗 被誉为甜歌妹子的李玲玉 是八十年代流行乐坛 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她演唱过天竹少女 你潇洒我漂亮 粉红的回忆等 甜美动人的歌喉 清纯靓丽的形象 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蜜蜜 呀心的呀心的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玩弄心的我又想起你 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 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给我一个泛红的回忆 我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 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 就在就在秋天的梦里 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台湾不但传来了邓丽君的歌声 还有台湾的校园民谣 这些旋律简洁朴实 清新爽朗 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时代感的歌曲 给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 吹来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音乐旋风 八十年代初起 许多年轻人在听磁带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种声音 听起来是那样的清晰明快 动听韵耳 演唱者的名字叫刘文正 刘文正演唱的歌曲 正是台湾校园民谣 这些健康向上青春灵动 富有朝阳气息和生活情趣的音乐作品 一下子俘获了尘封已久的大陆青少年的心灵 王杰史 谢里斯是改革开放之后 以翻唱台湾校园歌曲 而火遍大江南北的男女生二重唱组 当年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 来自台湾的外婆的澎湖湾 轻快名利 生动活泼的歌曲 立刻打动了王杰史和谢里斯 于是他们决定翻唱这首歌曲 王杰史 谢里斯 王杰史 谢里斯 谢里斯 王杰史 谢里斯 谢里斯 同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之作 1984年歌手陈芳元抱着吉他 边弹边唱地将这首童年 带到全国观众面前 自此这首歌一直风靡流行校园的 每个角落 那时候很少人知道罗大佑 但没有人不知道成方圆的图 不停 池塘边的榕树上 只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球鞋上 只有蝴蝶还停在上面 黑板上楼市的粉笔 还在拼音吱吱嘎嘎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多少的日子里总是 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 就这么好奇 就这么幻想 这么孤单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以前 才知道功课制作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一寸金 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迷迷糊糊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盼望 长大的童年 台湾校园名歌传入大陆后 被赋予了全新的气息 具有了特定的时代象征 和地域特征 在九十年代初 大陆各高校 已陆陆续续出现了一批 新校园歌曲 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是 《老郎的同桌的你》 这首歌也成为 大学生们的毕业歌 明天你是否还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会给他看相片 给他讲团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伤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把你日常发叛击 谁给你做的假意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80年代初期 乐坛涌现了一大批才花横溢的 词作家 曲作家 比如说谷建芬 傅林 乔宇 小光等人 他们以良好的音乐素养 丰富的生活感受 和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基础 创作出了大量 筷子人口的经典作品 这些歌曲历经岁月洗礼 却传唱不衰 1980年秋天 北京晚报在首都体育场 主办一场新兴音乐会 这场以推出新人 推荐新歌 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为宗旨的音乐活动 邀请了朱明英 苏晓明 郑旭兰 远征等八位青年歌唱演员 音乐会上 苏晓明演唱了一首 细腻柔美的《军港之夜》 这首描写海军生活的歌曲的风格 有别于其他军旅音乐作品 深受广大战士和百姓的喜爱 在今天仍广为传唱 歌曲《军港之夜》 训练的《军港之夜》 《军港之夜》 《军港之夜》 海浪把战尖 轻轻地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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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明 哦 斟酌火稻 水梦中突出 甜美的微笑 海风的轻轻的吹 海浪的轻轻的摇 年轻的水明 多么辛劳 回到了祖国 母亲的怀抱 让我们的水明 好好睡觉 海的风 你轻轻的吹 海浪的轻轻的摇 年轻的水明 多么辛劳 带到朝乡 一梦两海面 看我们的战舰 又要起来 改革开放的春风 汇集中国歌坛 音乐艺术迎来了百花 争艳的大好时光 涌现出了大量 歌唱祖国美景和变化的歌曲 这些充满欢乐和阳光的音符 像雪后的泉水一样四处流淌 滋润着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心灵 书写着那个时代最感人的画面 我爱你 塞北的雪 飘飘洒洒 满天遍野 你的乌子是那样的轻烟 你的心里是那样的纯洁 你是春天的世界 你是春天排出的世界 春天的世界 我爱你 塞北的雪 天空飘飘洒洒洒 满满天遍野 你用白鱼般的神圈 装白银光闪闪的世界 你把生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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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你把生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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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我爱你 塞北的雪 我爱你 塞北的雪 你把生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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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歌声飘过四十年 歌曲《我爱你中国》 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 旋律起伏跌宕 气势宏大 把海外游子眷念祖国的心声 尽情地诚实出来 每次听到这首歌 都能让人体验到一派 喷涌而出的激情 让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 都荡漾着对祖国的唇高指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蓬勃的阳苗 我爱你秋日金黄的说过 我爱你轻松起誓 我爱你红莓品格 我爱你江湘的天真 好笑如指自认着我的希望 我爱你我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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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祖国 啊 我要把背后的青春献给你 我的母亲 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是一首与大众有着强烈情感共鸣的经典歌曲 他创作于1985年 由张黎作词 秦永诚作曲 鼻鼓一眼唱 歌曲由美动人的旋律 朴实真挚的歌词 贴切地表达出了中华儿女 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隔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残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座 我歌唱每一座 我歌唱 Randy 歌唱每一座 好 except 我是一座 她 有 stop 在我 潇点 是 鬼 明智 我的祖国和我 像海和狼快动 狼是海的池子 还是那狼的依托 每当大海再微笑 我就是小铃血涡 我们南州海的忧愁 奔向海和狼 我亲爱的祖国 你什么还用不敢喝 永远给我笔浪琴波 心中的歌 永远给我笔浪琴波 心中的歌 直播 杨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